本年八天調天宮 今年建廟三百三十九年 做生一個十個人的八三堆 六十年後 還派媽祖先進去八六堆 在初五的早上七點 先說八十個山頂 一路面中 剛才的媽祖是都很感動 特別是一次拔杯 跟大燕去八六堆的媽祖 跟十年前那次 都是同一堆媽祖 在四度的結婚跟鳳凰當中 一部一部來北 本年八天調天宮 兩十人頂三堆 後好拔杯三點在夜市 當中愛著媽祖先動挑戰臺灣最高峰六山 過程當中 如果是住到高海拔的企業 口岩 要是新郊住到不一樣的地形 也要對著應變 北港調天宮 離空一三年 曾經有前當時蘇榕泉拔頂三堆 帶著媽祖頂六山為世界跟臺灣記號 今年剛才建廟三百三十七年 人十一年 又再一次愛著媽祖先進 還要頭一回到家前逸用頂逃新董 共同來北六山 原本價位七月底出發 但是剛才開明洪泰演技 頂三堆就此時間起行三分 提醒腳來和體力 最後頂三堆在五後再起七點五成功來到山頂 結果當大花 我的媽祖 我的玉山 劉鋒表示過程當中 若是有山友住到媽祖 都會停下來合唱拜拜 而且由他頂三堆加油 進行第一站的總共交流 一行人五好晚上是躺著調天宮 沿路都是炮了什麼 並收到新董立正的歡迎 記者好您報讀